今天就跟各位讲过各位在数学上学过的事情 所谓的坐标 就跟地理所教过的经纬度的意思是一样 就是一个坐标定出它的位置 那第一个我们晓得我们要有坐标系 要能够就首先就需要一个参考点 基准点我们还有一个方向 我们还需要一个单位长 单位长度12345 这样就构成一个坐标系 这个在数学上教过 数学上有教两个 一个最简单的叫做数线 还记得吗 数线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平面坐标系 数线 找个叫圆点 定哪一边是正方向 哪一边是负方向 多长叫1多长叫2 然后12345 那就定完了 叫一个圆点 然后就是所谓的直线坐标系 数线 基准点有方向跟单位长 所以呢 这个巴黎铁塔在哪里 安纳瑟图巴黎桥在哪里 在正三的位置 那经常正会忽略不计嘛 但是又正三的位置 所以OK 再来一个是平面坐标系 数学上有教 不过基本上国中的理化用不到 因为国中基本上只教直线运动 所以我们并没有平面的问题 那高中就会出现直的 水平的跟垂直的 有平面的问题 OK 那也一样就有个参考点 要有一个方向 通常是举垂直的两方向 要有单位长 跟他一样 所以这个兔子在哪里 按照数学教的 这兔子在哪里 3 2 对不对 在3 2的地方 这样叫做平面坐标系 平面坐标系 OK 数学上教过 理化基本上不会用到 但是观念还是有 观念还是有 那理化也有人画的平面上 可是平面上走的还是直线 所以还是直线解决它 直线解决它 好来 那我们说这样子 有一个右边为正方向 然后单位长四公尺 所以A在哪里 就正五 正五公尺 表示在右边五公尺 OK 那B在哪里 负二 负二公尺 表示在左边两公尺 不用两公尺 OK 所以一个表示正方向 一个表示负方向 在我们这里所学习的内容中 我们的正号跟负号 不是跟数学的正跟负的意思 不是 就是表示方向 正方向跟负方向 正方向跟负方向 OK 好 有简单小问题 如果用B当圆点 B当圆点 O跟A的坐标是多少 O跟A的坐标是多少 如果用B当圆点 O的坐标是多少 A的坐标是多少 来停车站借问 可爱小女生是吗 为什么我找不到可爱小女生 这个就有点惨了 Number 4 4号 4号 来 我们的 我们的O跟A分别多少 微笑 不语 数学不好 请坐下 这基本上在数学就学过了 B在这里 O在右边为正码 差两公尺 所以就叫做正二公尺 那A差多少 7公尺 所以就是正七 这不是理论上以前数学都教过的小事情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不是 的 雷 恶 雷